但在巴西国内,一种叫卡伯耶拉的舞蹈才是巴西人心目中的国粹。 2014年11月底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卡伯耶拉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这里是位于里约南区的一间艺术工作室。 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最新鲜的元素。 除了时尚的服装、首饰、工艺品之外, 在楼上的一个天台上,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在这里来学习和表演卡伯耶拉。 因为现如今在巴西,跳战舞已经变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。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 在这个露台上,我们见到了26岁的卡利尼,这次舞会的组织者。 这些来跳舞的都是跟他一起学习卡伯耶拉的爱好者。 卡利尼从五岁开始学习舞蹈,但不是卡伯耶拉,而是古典芭蕾舞。 但在成年以后,她却放弃了舞姿优雅的芭蕾。 卡伯耶拉与古典芭蕾在舞蹈形式上有巨大差异。 但在卡利尼的眼中,他们的最大区别却是一个在空中,一个在地面。 地面最大区别人的脏外温部的。 另外一切是上去的水。 然后,背面的舞蹈形式上在开头,使用上高线的水。 所以,以后来着用一个手在队上的水。 没有脏外温部的手'。 如果要也是市場上的水分。 但是,我来着用一个顺利的人。 而是一个它,还是确旋的水分。 是很佳的身体称。 A替免不错,最后的手一切。 It's太多,三 connection了。 但,你与启旅 Chop与甲,让它看中,喜欢装居。 尽管以两人一组的方式进行起舞 但卡比耶拉其实是一种集体性的舞蹈活动 所有人围成一个圆圈 大家轮流进入圈内进行队伍 与此同时还有专属于这种舞蹈的乐队进行演奏 围在周围的舞者会随着音乐 为圈中的两位队伍的同伴进行伴唱 很有点呐喊助威的意思 因此一场常规的卡比耶拉活动现场 至少会汇聚十多人以上的舞者 这种热闹的曲舞形式有着世俗的气质 接地气的风格反而吸引了很多像卡丽尼这样的年轻人 达夫尼·刚萨雷斯是墨西哥人 来巴西读研究生 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原住民文化 这种起源于非洲 却又融入了巴西本土原住民文化特性的舞蹈 对于刚萨雷斯相当有魅力 我也觉得Capuera有很多东西 包括艺术物的艺术物的艺术物 包括艺术物的艺术物 rage在可以发展计很古的艺术物 外面的那些人在外面有一些人来啊,在其他地方都要去看 呱吱 Pam gostei público 人家 家 你可以 12 エリー 一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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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